謝謝學校的家 你 got it all time 林佳龍抓起麥克風 沿街向板橋鄉親催票而另一頭 選前最後衝刺侯友宜同樣回訪板橋 有人洗頭到一半跑出來讚瞎 龍侯隔空尬場較勁 選前之夜更是觀察指標 侯友宜版一廣場舞台搭建 標語明天以名為天 祖宿素人開獎包含 副市長劉和然社會局長張錦麗 侯友宜進辦政治實習生助獎 就是不見藍營大咖 也沒有邀請老縣長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沒有邀請朱主席嗎 還是朱主席他自己沒有要的嗎 今天我們四名就是我們最大咖 那新北因為我們有最強的母雞 侯市長帶領之下 一定會高票能夠順利連任 新北最強母雞之後 還可能是總統大衛競爭對手 選前之夜朱立倫去桃園和臺北 侯友宜自成一國自有安排 黨內大佬是助力還是包袱 都留給外界諸多想像 而三百公尺外的林佳龍 盛選奏式晚會 則要營造大團結氣勢 選過新北市長的老縣長蘇貞昌立法院長 游錫坤聯媚站臺 總統蔡英文也將力挺 而根據瞭解恩恩爸爸也可能現身 希望他多聽聽人民的聲音 在侯市長統治的十二年內 新北市民有很多的悲情 我們會在今天的晚會上 也呈現真正的庶民 真正的新北市民 他們的心聲 林佳龍主宿市民大翻身 和侯友宜地點短兵相接 兩種安排心思不同 都要積出投票能量 三雄 許千 馬家豪 漁榮航侯 藏心 北城報導